接下來這則新聞也跟P帥有點關係 因為同樣是用AI生成 最近有一部超人氣的韓劇《淚之女王》 裡面唯美的雪地場景 還有映照在汽車表面的街道光影 原來都不是真的 《淚之女王》這部熱門韓劇 翻轉愛情童話 描述由金秀賢所飾演 擁有高學歷的白賢佑 娶了豪門公主後 兩人經歷格格不入的婚姻低潮 後來打開新潔重修就好的故事 劇中金秀賢演技收放自如 飾演才發女兒的金志源 也將冰山美人的形象演繹得恰到好處 不過女主角這場在雪地逃亡的戲碼 不說你看不出來 其實場景是假的 因為當時並沒有下雪 製作單位一度考慮到國外取景 後來他們找上虛擬工作室 決定利用生成式AI製造樹林漂白雪的景象 虛擬團隊說 AI不只可以創造雪景 劇中多場開車的場景 也是在棚裡利用AI生成影像 結合虛擬技術搞定的 而這些許許如生的AI影像實在太逼真 觀眾就算事後知情也給予高度肯定 看不出來它是人工智慧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雪 它的那個雪就也是很真實 那隻女王日前播出完結篇 舒適率成功超越愛的迫降再闖高峰 或許AI科技的助陣也功不可沒 故事新聞在昧迷別衣 在說海禮羽 平均 平均 你 平均 平均 感谢观看